啊 我不太喜歡自己的眉毛 我覺得自己的眉毛 沒什麼魅力 眉毛 很多不同的地方修了 不過還是覺得 自己的眉毛很奇怪 我接受不了啊 對眉毛感覺太尷尬 之前試過找剃刀剃了 因為當時喜歡那個公仔 Blive 這樣就覺得 好像那個公仔一樣 眼沒有眉毛 其實也挺漂亮 然後就剃了自己的眉毛 但後來發覺 我不是公仔 雙眼又沒有那麼大 然後真的沒有了眉毛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啊 我前幾天呢 在旺角買了一盒 漂眉膏 可能漂淺了眉毛的顏色 樣子看上去就沒有那麼奇怪了 那盒裡面呢 就有一個 匙羹啦 然後還有一盒 漂膏 還有一個漂粉 還有一張說明書 首先當然要清潔眉毛 和附近的皮膚啦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要拿四份一匙的粉 和二份一匙的奶油 混合在一起 都是隨便的 我想 還有真的有點 味道 好像在salon染頭髮那時候 會聞到的味道 然後呢 就要把這個膏 塗在眉毛上 Yeah 現在呢 就要等十分鐘 那十分鐘之後呢 就撥開一點點 看看那個顏色 變成怎麼樣 複盒上面就寫著 是有那些 爐梅啊 適合那些敏感皮膚啊 又沒有說很適合的 有一點清涼的感覺 但是呢 我眉毛附近 下面那些皮膚呢 都有點紅了 始終都是因為有刺激性的 現在呢 現在呢 就用一個筋 拿一些染膏下來 看看呢 眉毛 退色的程度 退到有多少 現在眉毛 看下去好像 淡色了 不過更加明顯的是 附近紅了 現在可以看到 這條眉毛真的比之前淡色了很多 現在就算沒有化眉妝呢 看下去也很淡 還有跟頭髮染了的顏色也很像 跳了眉毛之後呢 也要簡單用眉筆畫 這支shu呢 就是我新買的 因為呢 聽同事說 很好用 所以我就跟隊買了一支 雖然我可能 也會繼續覺得自己的眉毛很古怪 不過這次 這個四十幾元 跳眉高效果也不錯 好 推薦給一堆淡色頭髮的朋友 拜拜